台北市SOGO百货公司的中校馆 昨天晚上十点半 突然发生了火警 地下室冒出了浓烟 消防队赶紧赶到现场拉水线灌旧 而当时浓烟还从百货公司的大门窜出 让附近逛街的民众都吓坏了 幸好这个状况很快的就被控制住 而且百货公司已经打烊了 所以不用失散顾客 而现在初步研判是因为冷气的配电盘 电线短路 所以才会发生火警 SOGO百货中校馆大门口深夜拉起封锁线 消防人员正忙着拉水线 因为百货公司打烊之后 地下室突然冒出浓烟 虽然当时没有顾客 但有几名员工在里头协助清理 消防队出动7辆车23人前往抢救 很快的在10分钟之内控制火场 不过大量浓烟从百货公司地下室串出一楼 也让附近逛街的民众吓了一跳 经过确认起火点是地下一楼美食街 冷气配电盘电线短路引发火警 冷气空调的那个配电盘 然后一次短路冒烟 那经过他们现场没有去扑灭 还有我们的冷却水温降温之后 那目前已经没有安全的疑虑 没有烟烧没有人员伤亡 海洋火警及时扑灭有惊无险 SOGO员工也要忙着清理善后 希望周三上班不会影响顾客的权益 全新闻台北综合报道